2009年大家学习了很多新词 甚至于有的是老词新意 这个 中国足球 继续抢人眼 足球 足球圈子现在居然想到 开始打黑了 足坛打黑 抓赌球 警方也介入了 有一点的成年比赛老账通通翻出来 其实我现在在思考一个问题 你说球员赌球 真的是毁灭中国足球的 罪魁祸首吗 No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我们可爱的中国足球 得的可不是小毛小病 是大毛病 而且不是一种病 他们得了很多病 如果把中国足球 比作一个男人的话 那么这个男人 除了没有妇女病以外 其他病全掌权了 我们先来聊聊俱乐部的事情 为了保级 开天价 买通对方俱乐部 市场上面 以把联赛当作游戏 如何能让球员结成字号呢 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 这都是内部消息 当然电视放出去 我也没办法 说国内联赛当中 有一支球队 荒唐到什么地步 场上十个人踢球 一个守门嘛 七个人赌球 就一支队伍 十个人在踢 七个人在赌 而且赌自己输 诺巴拿 诺巴斯的 一定输了 那本方队员 七个人买 自己输 结果还没输掉 人算不如天算 七个人全部说好了 输 漏球 回传踢成射门 外员忘通知了 三个外员没通知 上来先给对方连砍三个球 巴巴巴进去 外员像 像哑哑 洗他眼 放风来拼命跳 结果反踢对方四个球 偷气把他撒剥米 而且这件事情 七个球员 俱乐部老板 为了保住这七个球员 他们用上 每人赌了三十万 Diniti 两百一十万 要交出去的 这种荒唐事都有 所以现在中国足球的现状 基本可以做如下描述 足协忽悠俱乐部 足协忽悠俱乐部 这叫管理 俱乐部忽悠球员 这叫运营 谁老李啊 球员忽悠足球 这叫个性 足协俱乐部 球员一起忽悠球迷 这才叫中 你包括了那个 2009年的那个春节 我觉得出了出了很多妖怪 对吧 变魔术那个 那个刘谦 刘谦你说妖怪啊 绝对妖怪 能够上春晚的人 都是妖怪 春晚来教育 你不去的人 是妖怪中的妖怪 我想好了 现在中国足球那么不景气 其实我觉得关键是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的代言人 我建议刘谦去问我们中国足球代言 怎么代言 广告词就是 下面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因为中国足球 他天天在发生奇迹 而刘谦这种眼神 这种眼神 就像国家队喝完酒以后 在酒吧里面都这种眼神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今年 从去年开始的 那个足球的那个打黑事件 这个在社会上大家非常关注啊 上次春节的时候 一周立波秀 我们曾经讲到2009的一个关键词 叫做足球打黑 今天呢我们还要讲这个话题 因为非常感谢中国足球这么多年来 一直源源不断地给我们的电视制作 提供最新鲜的素材 如果你觉得现在电视剧乏味 那不妨来关注一下中国足球 那绝对是一部精彩的电视连续剧 情节跌宕 内容丰富多彩 包括金钱 美女 色情 暴力 权力斗争 所有元素 哐巴当当 全部在里面 而且他保证可以让你又哭又笑 当然到最后肯定是哭笑不得了 对吧 那个 今年一月 中国那个足协的副主席 男友 中国足协副主席哦 男友 杨一鸣 裁判委员会 张建强等人 被警察逮捕了 高官被逮捕了 罪名是什么呢 罪名是操纵比赛 收受贿赂 这三位算是中国足球体制内职务最高的三个官员了 而这三个人中南勇官属于最大的 这位仁兄在背骨的时候还非常的顽强 大有不见棺材不凋力的气魄 后来从他收上 身上那个搜出一张银行卡 这张银行卡里有六百多万人民币啊 六百多万 后来警察把他这张卡放在他的面前 一看他 砰 崩溃了 一张随身携带的银行卡 有六百多万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腰缠万贯 紧接着中国最著名的裁判 其实大家原来都蛮喜欢的 哪个裁判知道吗 陆俊 陆俊也给警察带走了 本来我对他印象非常好 哎呦铁面判官 这可是亚洲那个最佳裁判 不知道拿了多少次金少的裁判 一个黑少收了钱 帮助打假球 却能 却却能所有人都觉得 他是公正联名 是裁判的凯罗 哎这是做得相当相当高级的 他的演技绝对比我还好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金少一查全部变成黑少了 所谓的中国足坛 应该说是全部崩塌了 下制球员 上制官员 中间的裁判 没有一块净土 倒霉的是什么 倒霉的就是中国足球 和我们的中国足球的球迷 球迷现在非常伤心 但反过来说 球迷呢 他也不是傻子 现在国内联赛 基本没人看了 去年到现场看球的球迷啊 看球的那个球迷的数量 跌到了中国 有足球联赛来的最低谷啊 很多保安都不干了 据统计有个那个足球队 平均观众 平均观众只有一千人啊 是平均下 一个足球队的观众 只有一千人 后来很多那个体育场的保安 都向足球迷反应来 这严重影响了 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啊 他说人太少了 有比赛别人说 他说现在只要中国一有那个联赛啊 他本来体育场上面还有鸟飞过的 鸟都绕道飞来 你看鸟都看不下去了 那我们还看个鸟嘛 还有球迷给那个足球鸟写信反应 中国球迷正在经历一场变革 很多人都适应不了 以前球迷打架 以前球迷打架不是 我捧这个队 你捧这个队 球迷打架都是群欧啊 群欧啊 现在变成单挑了 你跌开来的 因为没有人嘛 对吧 所以你看 球队的表现呢 不理想 还严重地影响了很多人的收入 我们小区那个时候 破烂的张大爷 天天发牢骚 说过去一场球下来啊 可以捡到很多很多可乐罐啊 矿泉水平啊 对吧 那如今一场球下来 根本捡不到几个矿泉水平 他正在考虑从中操 跳槽到CBH 你看解垃圾的老爷爷 都要去跳槽了 中国足球的黑 中国足球的乱 中国足球的不争气 其实反过来说 你看 中国足协主席 真的还不好当 男友被抓了 就连下课的足协主席 也经常遭遇到麻烦 听说前那个足协主席 谢雅龙先生 有一天碰到一个抢劫犯 抢劫犯把刀扒出手 你 你 把你的钱交给我 谢雅龙 谢雅龙 然后 你那个 你管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啊 我是谢雅龙 那抢劫犯说 那你把我的钱还给我